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高尔夫非常吸睛 而张继科就在一旁 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发现是他 2021年12月18日 张继科工作室发声明 对网传张继科私生活 引婚生子等不识信息进行澄清 如今 张继科频繁和张蕊在一起 两人并没有业务上的合作 看起来恋情真的坐实了 其实 网友早已经爆料过 张继科和张蕊一起出行 而且 张蕊也深得张继科父母的喜欢 曾和张继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行旅游 据报道 张继科还和张蕊一起去过妇产医院 张继科和张蕊此次冲上热搜 不知道两人是否会进行回应 张继科是乒乓球大满贯选手 也是史上最快达到大满贯的乒乓球选手 是体坛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不过 张继科最近两年很少参加比赛 经常在综艺节目上出现 他也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名单 不过 张继科并没有退役 他今年34岁 已经是老将了 张继科如今也算转型成功了 虽然不参加比赛 但每年的出场费也不少 女方张蕊也是小有名气的演员 具体年龄不详 但据报道 张蕊是白白和现任男友的前妻 这关系真够乱的 现在还不知道张蕊和张继科是如何相识的 张蕊曾经和知名导演郭敬明合作 出演郭敬明的电视剧 不过 他在娱乐圈并没有大火 反而这次因为张继科 张蕊被大家热议 张蕊颜值非常高 从外形来看 似乎已经超越了景田 身材也很不错 张继科真有眼光 景田是张继科曾公开的女朋友 两人曾牵手 非常恩爱 不过 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 让人感到遗憾 而在张继科公开的人物关系中 景田也被备注为张继科的前女友 张继科和张蕊的恋情 还在保密阶段 双方都没有承认 从现在来看 张继科基本上不太可能出场打球了 他也已经是娱乐圈的一员 离体育圈渐行渐远 不过 大家还是希望 他能有一个正式的退役仪式 而不是就这么默默离开赛场 让人们的结果 是有一个正式的退役 也要是有一个正式的退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